秋葵 我不喜欢 好像也永远都不会喜欢 张领是一个很漂亮的女人 英台长着一张圆脸 在进入眼圈后 她被无数人拒绝 为了生活张领多次 不得不妥协 出演过丫鬟 演过反派 成名之前 一直都是衬托红花的绿叶 好在她热爱这个行业 即使片酬不高 她也愿意将每一个不起眼的角色演好 如此敬业负责的工作态度 得到了导演于正的上师 为此于正给她一个机会 饰演大女主 果然张领不负于正的期待 在电视剧播出后 张领也爆红 可以说张领靠的不是运气 而是实力 是于正给她的机会 成名后的张领 得到很多观众的喜欢 她跟很多名信要 在赚到钱后 就给自己买大房子 给父母买大房子 让家人过上好的生活 在观众看来 张领是个很低调的人 但她最近却罕见晒出豪杂 一丝炫富 这不免然想到 逢少逢之前 对她的评价 表示张领草根出身不容易 不少网友也表示 是张领是不是飘了 毕竟炫富的做法 非常让人反感 那么看完 你能接受张领 这样的做法吗 欢迎留言评论